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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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如果rar,她双赞变的 GP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洗的我们今天的这些弟兄姐妹 不论是孩子还是承认还是转会的 好我们那个学习够了 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 现在声音可以听得到吗 听到我就开始主日学 听得到 天父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拆迁你的爱字 像这首诗歌说的真的是 石架和空的坟墓 帮助我们战胜一切的阴霾 包括仇敌的攻击 我们将来跟他要永远的居住 在这个非常美的诗歌里 包括这个翻译 都反映出我们现代人的缺乏 祝我们愿意与你同住 如同约翰福音说的 我们在你里面 你也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在父里面 借着圣灵 真是一个天上人间 无论是我们在这个世上 还是被你揭去 无论生死 如同海德巴尔利文达说的 我们永远与你同居 永远与你同住 因为你说你去 是为我们预备地方 要借我们到永久的乐园去 我们为此就满怀一个盼望的心 来度过日在这个地上 无论是福与祸 高与低 都知道主与我们同走过 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的时光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周的主日学 我们就要谈论的是 耶稣的什么方面 我们第一次谈到福音 第二次谈到上帝的荣耀 然后上次谈什么 谈到罪 然后上次谈什么 完了 这基本上这个一个星期 然后完全忘记 圣诞节刚过 还能想起什么主题吗 对 道成肉身 就是讲耶稣基督 既是完全的上帝 又是完全的人 这是我们上次来谈论 这个变成了我们今天 要进入耶稣的死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如果他不能成为完全的人 我们可能还都在喜乐中 还在想人家这个 进入恋爱关系 回想你们的关系 可能有很多的喜乐 有很多的羞愧 每个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我就不让你们难过了 你们看一下这个 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 这个 耶稣为什么死 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 系列 就是这个信仰系列 或者说我们说先知系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们说 道成肉身 待死救赎 然后复活升天 这也是三个非常核心性的 那么 我们知道了耶稣是谁 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 那来到这个世界 我有时候来看查经的时候 你看耶稣的生平 无论是哪一本福音书 你都非常吃惊的发现 不像人物传记 那样 几乎头讲的并不多 甚至他三十岁以前的 也不多 他这三年半的工作里头 三分之二讲他三年半 最后一周的死和复活 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 所以这个可见是非常之重要 对福音书的作者来说非常重要 对我们了解耶稣是谁 他做了什么 这个做了什么 就非常重要 那在这个课里头呢 这个凯勒写到说 很多的人都相信上帝 也相信罪 然后甚至基督的神性 或者神人二性 但是他们会在一个问题上被卡住 就是耶稣为什么非死不可 为什么上帝不直接赦免我们 他是上帝对吧 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这里头呢 你们如果有打出来的这个文字板呢 你可以在我读的时候呢 你画出你自己觉得 对你有启发有帮助的地方 加深印象 这样的话你的眼和手是一块工作 所以这里头呢 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个赎罪 Atonement 什么叫赎罪 这个把上帝与人的中间的拦阻去掉 然后建立神的关系 与他和好了 圣经特别讲到这些的十字架 有很多的层面 人与神和好 那而这个关系呢 让我开始今天的话呢 我来念一段经文 让大家看到这个十字架的维度 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 在哥勒西书的第一章里头 他这个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从十三节开始第一章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移到爱子的国度 我们在他的爱子里头 蒙救赎罪果的一赦免 然后他谈论上帝的儿子 是不可知见上帝的像 是守身的 然后呢 在这里头呢 他讲到一件事情 说因着耶稣基督造一切 然后呢超过万有 之后呢 说他在万有之间 万有也靠他成立 之后十八节 他说他也是教会的元首 他是始 他是终 他从死里首先 福生 也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注意这个十字架 第二十节是我的重点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 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就是与神和好的事情 并借着他教万有 万有 不得是地上 天上 都与自己和好 所以你看到十字架 这里的幅度 成就了和平 包括万有 很核心的讲到 我们个人层面的得救 但这里讲到一个 宇宙性的和平 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来达成了 所以这里头呢 他来说这个赎罪 消除障碍的时候 包括人自然 与神的和好 那么赎罪 在这里头特别来讲 五个方面 来谈这个赎罪 Atomant的含义 第一他说是一个献祭 这罪是不洁净的 从旧约信用都知道 它是玷污的 整个这个 因为亚当犯罪 人类犯罪 整个这个星球被玷污了 我们自己也不再 使和上帝居住在我们中间的一个群体 他一个 他中间的和谐完全破坏 所以他导致的羞耻感 不被接纳 但是呢 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 他承受了一个羞辱 被离弃 你注意这个代替 出去出现吧 我们的羞耻感和不接纳 但是十字架上 基督的被离弃 基督的羞辱 可以竭尽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十字架上 从这个意义上来呢 除去了羞辱 在上帝面前 羞于见上帝 因罪的缘故 这是第一个障碍 他说第二个呢 是债务 罪 从一个角度圣经会来形容 它不光是不洁净 它是一个 马逢病人会说 不洁净 不净 这边会说债务 我是一个 bankruptcy 我是一个破产的人 所以我们自己无能力来支付这个罪债 这个债务 以至于我们必须卖给罪做奴隶 就是说罪现在涨的权 所以这里头呢 在这个古代的文化中呢 就是当奴隶 这个就是 所以redemption这个词呢 实际上是 是从这个买熟回来这个词 是个市场的 所以那个时候很容易明白 我们如果用现在的话 他说就是一个破产 当时的话就是破产以后呢 那只能做奴隶 就是在中国的话 做长工 那可能长工还是有自由的奴隶的话 就卖给别人的 但是十字架做了什么呢 耶稣付了这个赎价 使我们能够 从这种罪的奴役中释放出来 被买赎回来 然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十字架是除去我们债务 与神的关系 我们欠了神的债 接下来 熟字架是一个征战的 这个赎罪里头呢 罪呢是以自我中心 刚刚这个我们这个 刘弟兄很坦诚的说 这个 他要从一个 因为单身 其实呢 我像我 我应该没有时间辅导他 但是我会说呢 其实不光是因为单身会自私 单身会养成一些习惯 既是一个生活很多年 已经结婚的人 仍然还在这个更新的过程中 所以我刚刚说他一辈子的路要走啊 这个不是恐惧他们 不是恐吓他们 但是那个自我中心呢 有一种地步最可怕的 他是要 挪去上帝的主权 然后呢 在这个中呢 罪是自我中心的这种邪恶的力量 运行在我们心里 也运行在这个世界上 世人都在这个背景下 但是十字架呢 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 他在十字架的这个征战 特别这个就是说 保罗会说仗着十字架跨身 在哥罗西书前面讲到 后面也讲了 所以呢 这个一下呢 借着这个征战 他就把这个邪恶给瓦解了 所以十字架除去了那个邪恶 对我们的力量 或枷锁脱落 都在讲这件事情 这个邪恶不再掌权 而是恩典掌权 第四个方面 他会说关系 罪呢 是一个关系的破裂 在创世纪里头 我们都看到 当亚当下巴犯罪以后 上帝跟人的关系 人跟人自己的关系 人跟自然的关系 人跟自我的关系 无论从三个方面和四个方面 都破裂 所以这个关系呢 从这个角度 首先呢 是拒绝上帝在我们 生命中的中心地位 我们就跟上帝隔绝了 然后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当然你还有刚刚我们谈的 跟人的不同的层面 但是十字架这个垂直方面 特别要强调是 我们要除去上帝 对我们的愤怒 因为我们的罪 是他对我们愤怒 我们冒犯他 而且导致我们转向他 基督成为我们神人之间的 这个中宝和辩护人 所以实际上呢 释迦在这个意义上呢 是一个关系的重建 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面 带到爱子的国度 从仇敌的阵营里面 带到了上帝的家中 这是一个敌对关系的消除 第五个方面 你还可以罗列 第五个方面呢 是罪是违拜上帝公义的律法 他上帝公义的属性 所以这就导致一个罪咎 就是说只要是你犯了罪以后 违背上帝律法 这件事情上呢 实际上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 从那个角度来 也被笼罩在律法下 就是圈在这个圈子里 加尔太书这样说 所以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来说呢 实际上因为耶稣基督 站在我们的地位上 或者我们暂替我们站在 这个上帝的公正的法庭上 然后接受了我们应得的宣判 就是死刑 所以这样的结果呢 好让我们可以透过他呢 得到只有他能够得到的待遇 就是完全的义 除去了我们罪咎 就是得到义的关系 所以从这个五个方面 其实不止啊 这个atonement 这个赎罪的这个方面呢 是可以有好多的方面来说 所以呢 他在这里说到 其实这个比喻呢 有很多客观的方面 然后让上帝内在要求 得到满足 才能够开辟一个 接纳我们的道路 就是耶稣基督说 他是道路真理圣明 借着我可以到他那里去的 所有这些比喻呢 不同的比喻 有不同的 有些比喻强调上帝的属性 还有上帝主观的启示 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 那么但是他会说 没有一个比喻 可以完全的包含 十字架的丰富 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我推荐写的比较好的 当代写的好呢 John Stott 写的当代十字架 这本书 所以他这个也是 下面这一段的是 那个John Stott 这本引过来的 他是一个圣公会的牧师 整个在福音派的 这个发展里面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呢 他应该比比利关人更重要 他开始这个洛桑的 这个会议 影响了上个世纪 直到今天 这个福音派的 这个传福音的活动 那他在这本书里 他这样说 那公义和慈爱的父 谦卑自己 借独生子成为肉身 并透过 这肉身 对不起 我要把这个翻到这 借独生子成为肉身 并通过这肉身 承受我们的罪和咒诅 他这样做 是为了在不违背 自己属性的同时 拯救我们 救赎的福音 圣经福音 是上帝透过 亲自代替我们 来满足他自己公义的要求 于是代替的概念 可以说 是位于罪和拯救的核心 就是英文叫 substitution atonement 因为罪的本质就是 人代替上帝 自己要自主 而救赎的概念 则是上帝代替人 人违抗上帝 把自己放在上帝的 佩德的位置上 我把它称为乐位 而上帝为人牺牲 把自己放在 人该承受的位置上 救生奏组 人只要求属于 有上帝的特权 只有上帝能有特权 而上帝承受 只属于人的刑罚 是不是说的非常的好 非常神学的这个深刻 和合乎圣经 这是约翰斯特德 这一段 我不知道你们画了哪一些 那我就想进入同样的方式 请你们在一起的人 就可以给你们两三分钟的时间 说刚刚我们的这哪一句话 让你印象深刻 我再把这个打到 你可以跟你的同伴说 哪一句话 把它缩小一点 让你们看到全屏 哪一句话 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来 受死 上帝为什么 大人不计小人过 顺免我们就算了 为什么必须 要自己承受这个咒诅 所以哪一句话 对你们印象深刻 告诉你的左邻右手 你的原因是什么 好 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多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节目 你们可能 如果有可能的话 打出来也好 我可以知道你们的哪一句话 有印象 待会可以回溯 那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 圣经有很多不同的比喻 来说明十字架赎罪的理念 他要问就是说 那我们反思 刚刚他写的这些文 这个短文 这些多样化的比喻 有什么好处 我们来思想一下 为什么用这么多的棱镜 有点像万花筒一样的 转损十字架的奇妙 不过我们可能比较贫乏 可能看到了一些 随着我们对基督 对他的十字架越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比较那么单调的来谈十字架 这里的丰富 其中就是可以加深上帝的救赎的丰富性 看到他的死的奇妙的地方 其实没有办法用一个简单的定义 这些类比其实给我们无穷无尽的遐想 imagination来思想 默想十字架 不断的看到 从圣经启示里得到的新的见解 新的亮光 新的安慰和新的应用 所以呢 这个的话呢 我想我们可以展开几个方面讲 比如说 这个多样性呢 一个方面 可以对不同的文化 它的共鸣又不一样 比方说对于我们华人文化 我们是一个廉耻文化 那个羞耻 遮羞的这一个部分 可能要比那个义 法庭层面可能更加的强烈 当然你也可以有包括今天的这个时候 但中国的地带其实也不是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法制国家 所以但是我们的荣辱观很强的 如果比如说你丢人了 这个人可能会自杀 但是法庭叛逆了什么呢 中国人其实也未必把这件事情看那么重 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这个荣辱感就很明显 比如说如果在非洲的文化是一个非常 能标患的民族 他们也经常是有很多的战争 所以耶稣基督当说 非洲里面呢 他能在这里说他能够除灭妖魔 能够战胜鬼魔 对非洲的文化 因为他们有泛生怜的影响 对他们来说呢 是非常有共鸣的 那我刚刚谈到我们亚洲的这个受孔父子影响 这种的捷径罪的是以遮盖修饰很厉害 使我们得到悦纳 就是这种献祭的比喻里面 那在比较西方的个人文化中呢 这个债务 反正在西方的文化里头 包括我在中国我发现是很明显 就是家人经常相互欠债 这是一个 在西方直接到银行去贷款比较多 直接找老爸老妈要钱的这个 肯老宗是很少的 因为他只要是18岁以上呢 他在家里住的会感到非常羞耻 因为当然这里未必是都是好的文化 他是比较个人自强的文化 就是个人主义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 在父母亲的屋檐下超过18岁 OK 这是这里的文化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债务 就是这个能够洗经 他可能已经做医生了 他欠的大学和他住院医生的那些 读医学院的钱还没有付清 所以在美国呢 就像这个自由派的现在讲说 大学的债务全部免 哇那年轻人特别高兴 因为他们都欠了一批股的债 所以这个共鸣呢 我当时用这个经济方面来比喻 大家是很得共鸣的 所以这种不同的这种multi-facet 不同的这种比喻 来反映十字架的这个功用的时候呢 能够对整个世界不同的文化 他在整个一本造出地上万族里头 产生一个某一个文化主导的时候呢 十字架都可以有共鸣 都可以有救赎的含义 能够改变他们生命 这个价值是真的是很丰富 还有一个呢 除了这个多样性里头 不光是注集到文化 就是在第三个方面 我们这个丰富性呢 其实他会人跟人不一样 人的气质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荣辱感强的 或者卑微的人中间 或者那感动的是什么样 比较这个比较边缘的人士 你看到这个十字架的 然后耶稣的受苦 为这些人成章 然后呢同样的 这每一切的有权高位的人 然后在他面前被谦卑下来 然后这些注重这种权力财富 美貌的人呢 结果看见上帝自己 倒空自己 放弃他的荣华富贵 然后没有加行美容的时候 来赢得这个世界 反而就把他们的心给引回来 所以这些时候呢 你会看到这个 每一个人在社会不同的层结 不光是文化的层别 在社会的这个 这个ladder里头 十字架的这个改变 调转这个上下的颠倒 可以让人们能够感受到 基督之死 消除 罪在 消除上帝对他们的愤怒 消除他们的骄傲 自意等等这些 那你还可以再想 这个圣经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比喻的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那个核心的东西 就是 substitution atonement 就是这个 赎罪纪里的一个 最重要的观念 不光是把罪 转给别人 还是一个 对这个人呢 是一个代替性的救赎 我们刚刚哪个画出来 那个代替性救赎 就是上帝亲自代替 所以在这个比喻中呢 我们刚刚谈到 所有的比喻中 你看到 说献祭呢 实际上 耶稣成为我们的祭物 他被咒诅 被遗弃 对吧 然后把我们 借着洗净 可以在他面前 如果我们从 征战 战争的比喻里头呢 基督是我们的元帅 他与黑暗的势力 作战 让我们跟他分享战果 然后在 债务的这个比喻中呢 耶稣呢 成了我们的赎价 他自己成为奴隶 然后 然后把他自己 一生穷尽 牺牲 然后把我们得到自由 我们从罪的 这个死亡里 那如果从 关系的这个比喻里头呢 他是我们的中保 我们的辩护师 在我们的位置上 代表我们 站在上帝的面前 如果从律法的角度来说呢 基督世界 代当我们受了 我们该受的责罚 承受这个 罪的责罚 羞辱 然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 冠冕 所以从这个角度 这个代替性的话呢 那不是所有的 都是代替性 但是这个核心的 这个代替性呢 把这个比喻的 不同的每一个层面 我们刚刚说的呢 五个层面 都做了一个相互颠倒 就是上下颠倒 就是王子与平儿的情况 然后呢 一个 一个内外的颠倒 让我们的人心呢 就是内外活得一致 我们一般都是外面 喜欢光鲜 而里面其实是肮脏无比 但是 因为耶稣基督的代数呢 我们不需要来 为自己振得那个地位 也不需要掩饰 我们的软弱 所以这个就是 在代替性救赎的时候 带来我们 一个极大的翻转 那第三个问题 大家 这个是我做了 这样几个方面的 一个解读 多样化的比喻的好处 但是多还是有一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多一 实际上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多和一的问题 一是代替性救赎 多的每一个层面 来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群体中 都能够 在万族万民中来得成就 那第三个呢 他这里的问题是这样 说 如果当你记住 圣经中关于赎罪的 多种的比喻 不仅有好处 而且是必须 是必须的 绝对的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来谈为什么 刚刚我们谈了 很多的好处 但为什么说 是绝对必须 这个代替性救赎 赎罪 为什么这样 耶稣为什么要死 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 这个特定的文化 个人这比喻 能够引发我们的 共鸣回应上帝的 这个在福音中的呼召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些不同的比喻呢 它相互依存 我们不能够忽略 任何一件事情 那么这里头的 最关键的就是说 如果耶稣的死 不能赦免我们的罪 并不能够除去 上帝在律法中 定我们的罪 他最后我们 怎么把我们 从魔鬼的诠释下 罪的诠释下释放 然后呢 怎么样能够显示出 这个世上的欲望 和他们的小学 就是实际上 表明的这个 人的智慧和人的能力 都是没有办法 跟上帝的能力 和上帝的智慧来叛逼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关键呢 就是说人不一定要来主观的 来看 放弃客观的 特别这个 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中 我们可能强调某一部分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 可能特别喜欢 这个 shame and honor 就是我们的这个 羞耻被解决 甚至我们喜欢神的家 因为中国是文化 是家的文化 而西方可能会喜欢那一种 但是这个里面呢 实际要来强调就是说 我们 无论在 刚刚的所有的这个比喻里头 我们可能倾向哪一种 最后呢 在这个比喻中的整合的 就是今天讲的这个 耶稣之死的客观性 主观性是应用到 我们个人的层面 我们可能对某一个东西共鸣 但是客观的层面 就是这个 实际上代数的 每一个层面呢 其实 我们都必须要来面对 比方说 我们接下来要谈论那件事情 就是到 学罗马书的时候 圣经学习会谈 就是说 耶稣基督的死 救赎了我们 这个可能是我们喜欢的 但是我们可能不喜欢 平息着上帝的愤怒 我记得这个 Getty夫妇写的 In Christ Alone 虚光师母翻译了 其中我们就看到 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美国的 在福音派中间 已经有一份 变得有些不幸的人 他们会不承认地狱 然后不接受 有上帝对 罪人的愤怒 就是Rise of God 他说 没有办法 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 上帝不会是一个 有意怒的上帝 那我们在这边看到 神的愤怒是要平息的 因为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呢 神是被冒犯的第一个 所以那个客观的罪责 和定罪必须要出去 所以耶稣呢 换句话说呢 如果耶稣来 只是为我们的内心改变 做了这一部分 赎假 而不能够满足上帝的要求的话呢 他实际上死了 没有终极的意义 不知道大家明白没有 因为我们首先得罪的是上帝 我会喜欢用一个说 我们其实是犯了叛国罪 如果上帝是宇宙的王 然后每一个人实际是 在亚当里犯了这个 该追讨的叛国罪 fugitive ok treason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这个 凯勒在他的这个 阻挡板里头 他会说到说呢 想象一个男孩和女孩 沿着河边散步 他们在热恋 然后男孩对女孩说 我爱你 为了证明我多爱你 我要跳进河里 淹死给你看 这当然是没有理智的 为了证明爱 被爱的人必须从死亡中 获得真实的益处 如果女孩在河里 就男孩 快淹死了 男孩 所以女孩如果在河里 快淹死了 男孩说我爱你 我要跳到河里 冒死救你 这才能说得通 除非男孩的死 对女孩有一个客观的意义 否则 他不能用爱来证明 不能用死来证明他的爱 所以耶稣的死 一定有一个客观的含义 有一个主观的含义 客观的含义 就是对上帝的愤怒的平息 所以如果耶稣 不是为了我们 处在这个客观可怕 就是在上帝为主的 这个客观世界里头 我们处在一个绝望 的危险之中 而去要死的话 他死其实就是一个自杀了 对吧 没有任何意义 那就不会显出他的爱来 如果他不是为了我们 得到赦免 必须是死 没有这种客观的需要 那么他的死 其实不会对我们产生 我们心中的感动 那样的死 因为是不合理 没有结果 所以在两方面来说 如果我们一定要把 十字架的这个客观的功用 和主观的功用连在一起 就是强调十字架客观的功用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上帝面前为我们做成的 强调十字架主观的 方面的这个功用 可以让我们知道 十字架为我们完成的 我们可以过一个舍己的生活 与主耶稣基督受苦认同 跟弱者认同 爱仇敌等等的典范 你注意到这个客观和主观吗 我在说 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在看耶稣的死的时候 要想的是耶稣是谁 他做了什么 接下来再想 耶稣的死是谁 对我们产生的益处 就是一个是福音是什么 一个是福音的好处是什么 这两个是不能够割裂 也不能够混淆的 OK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 有没有问题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了 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们来看罗马书 第三章的这个 我来我分享一下 这个圣经好 圣的那个 这段比较简单 我就直接分享这段事情 罗马书的第这个 三章的著名的经文 好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到了吗 这是保罗在在谈论 世人都犯了罪 他说 但如今 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上帝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 上帝设立基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上帝的义 因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段经文是在宗教改革前夕 影响深深的震撼了 奥古斯丁的修会的修士 马丁路德 他在读迦太书 读诗篇 读罗马书 就在他讲解这个书的时候 就神在他们心里发动 大概不是那个简单的闪光一线 经过大概两年多的时间 他明白了这个上帝的义 在基督里怎么不再讨伐他 而是反而成为他的义 对路德来说他是非常恐惧上帝 在他战军中生活了很多年 你注意这里看 在这个21到27节里头 如果你看25节的时候 他谈到的全是上帝的义 就是说在这里头 你注意到我们学到什么是上帝的义 或者说我们进一步问 我们怎么得到上帝的义 上帝的义 你看到这里头显然是一个法律层面 他跟律法先知为证 是指的说我们 你是一种就是说这个义 没有人能够来问你讨伐 说你做了不公正的事 也没法向你邀索 在上帝面前是个义人 这意思是完全顺服 你不欠上帝的债 因为你已经对上帝尽到的 一切的义务责任的话 所以义人这种法律的地位 要求是一个完美的地位 这是义 这是义本身 那么上帝的义呢 要加给这个律法以外的人呢 就告诉我说 这个在法律地位上呢 其实是没法赚取的 要加给一些相信的 是在法律之外 被给我们的 所以就不是 这就是换句话说呢 不是我们完美的行为 而是别人的行为 如果你来看第二十节在前面 就其实讲到了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阴性律法 在上帝面前称义的 因为律法本是讲人之罪的 刚刚我们也谈到 法律的定罪 然后是把这个语言谋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 称义实际上是 接受一个外源性的义 称义实际上是呢 把别人的功劳不呢 归给你了 然后他的反面实际是有罪 有不正当的记录 义呢是一个正当记录 好的品行 操行录啊 所以那在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 得到上帝的义 这是马丁路德挣扎的 他看到上帝就很恐惧 但是他读这段经文以后 他开始尤其是看原文 不是拉丁文 他自己那个主要是 拉丁文有很多的教导 拉丁文本身也没错 可是呢 由于天主教多年的这种教导 已经把福音给遮盖 他就开始看到这点 就是说在基督里 借着信心可以得到了 你注意看啊 上帝在这里头 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但是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是把上帝在基督里的义 因得相信上帝的义 是在基督里的信心 特别是相信基督在实架上的 这个戴罪的功夫 不是一般性的仰赖他 我们经常你上主流学 或者你要上这个 我们今天刚刚受洗的这些人 或者转会的人 我们重温福音的时候 我们都会来说 你的这个信心的得救的信心 不是你在历史上的一种信心 就相信 诚诚无广有起义 也不是一个整他简单的认同 我赞成圣经讲的很好 不是的 而是一个归信 是一个真实的与耶稣基督联合 或者说我用婚姻来说 跟他结婚 跟耶稣基督结婚 这个含义上来像这样的信心 所以从这来说 不是说他只是一个楷模 紧急事后可以打电话来帮你 这不是得救信心 得救信心呢 是一个独特的 借着耶稣基督是谁 他的工作 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一个合法的地位 好了 这个外缘的意给了我们呢 这个24到26节就问说 为什么上帝只透过挽回祭使人称义 而上帝为什么不直接 就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了 注意好 这里有几个词 24和22都说 如今蒙了上帝的恩典 因着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 他这里才说 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这两个叫 就是说这里头实际上 因为是by 很强的是凭他血 through 借着这两个是有不同点 然后by呢更强 就是说 那个根基呢 是耶稣的血 然后呢 途径呢 是人的信心 接着这两件事情呢 或者说 因了凭 借都是表示我们中间有个隔阂 借着这个呢 耶稣基督做成的这条血路 这条门呢 被打开了 而途径呢 就是信心 而血路呢 就是恩典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呢 不仅是对我们 今天的人 你看他这里讲的 借着这个途径 耶稣血要显明什么 他对旧约的人 用忍耐的心 宽容 人先时所犯的罪 这里不是在讲 我们现在犯的罪 是讲旧约的人 他们上帝一直等待累积 用所有的羔羊的血啊 那些血都是预表 要最后要有耶稣基的血 他那时候是忍耐 人的罪呢 是也累积在那里 是透过仪式赦免了 但是不是终极性的赦免 因为还有不断的献祭 祭祀不断的更换 然后这都表明 没有医疗容易解决 然后他说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就是呢 宽容过去的人 好在今时 就是在十字架的时候完成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 这个时代的人 显明上帝的义 使人知道 他自己为义 就上帝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为义 所以无论是旧约 十字架之前的人 还是十字架之后的人 都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真正的得以救赎了 所以这个 里头有一个重要的关系 他里提到 他 利耶稣做了挽回的祭 前面讲救赎 因为耶稣基督救赎 现在又说 设了耶稣基督做挽回祭 挽回祭是什么呢 不是把我们 从字面说挽回来了 不是挽回我们 是挽回祭 是讲挽回上帝对罪的愤怒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呢 有这样一个人 他这样来写到几个事情 就是说在法庭上 有一个故事 这个是这个 Rebecca Pepper写的 凯乐在他里面写的 他说这不是一个 就是上帝的公义呢 是基督必须 要满足的一个 就是人的罪 他冒犯他的公义要补偿 这个要满足 所以上帝呢 不仅是一个爱心的父亲 还让我们成为有心要 他也是宇宙的君王 是个审判者 法官 最高法官 宇宙最高的法院的院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反正 那他这样说的 有一次我在法庭 听到一个人被判罪的故事 一方面呢 人犯的罪呢 必须付出代价 正当这个法官宣判的时候呢 有一个中年男子突然开始抽气 显然他是被告的这个父亲 是这个人的孩子 这个某人 就是这个他的父亲 虽然这个人也成年了 但是这个父亲仍然爱他 法官都迟疑了一下 最后呢 就公务在身 宣度了宣判 然后法官的任务是做出一个宣判 父母的心 当然想要代替孩子 你们都听说过 这种类似的故事 自己在清代什么这样的故事 我就不说了 那他也说 但是还有一个方面 他另一个人这样说 他说你无法想象上帝 会惩罚任何人 这样上帝就不是爱了 但你必须了解上帝的公义 如果我们倒车的时候 你把别人把你的车 抓了个稀巴烂 那我们就会到法庭打官司 然后法官说没问题 这件事情不是故意的 就算了行不行 你肯定不行 对不对 这个是要赔偿的 所以你需要公义 如果你参加一个比赛 比如说 这次我就说一个笑话 美国大选有作弊 所以这个川普很不服 包括很多人不服 然后有一个笑话 就是这样说 他说 哇这个足球赛 连越位 我是一个足球迷 越位的拉的线 看那么清楚 结果这个总统大选 会舞弊这样 步入第三世界的国家 结果法庭不看 OK 这是为什么有 50%以上的美国人 70%认为是做了币的 所以换句话说 拜登要治理一个 这个比较喜欢川普的一个国家 下来四年非常痛苦 那么就是我用这个例子来说 那你不能就是说一个比赛 完了以后呢 你明明是越位 结果人家说这个求算数 或者没有越位 怕你内伤 所以呢 这个的话呢 你肯定跟裁判不满 对吧 跟他干仗了 对吧 所以你人 每个人都想要有公义 有公正 然后呢 所以呢 没有一个人会说 你不要求公正的 但是对上帝来说 你上帝不要公正 你就说 上帝 是不是要公正呢 要不要公义呢 所以在这里就是讲的说 上帝必须公正的代理 所以就是上帝的慈爱和公义 在这里头相交 所以保罗呢 要他这段说的时候呢 上帝在过去到现今 集中在这里头最关键的核心点 借着十字架 一方面显明 他是无限的慈爱 一方面借着十字架 显明他是无限的公义 你绝对不能把他天意 二于天作主 哎呀 有一点点公义 有一点点慈爱 像咱们中国人说 掺掺沙子就行了 这不行的 一定是绝对的公义 和绝对的慈爱 这件事情要在十字架上 展现出来 好 那么 所以最后的这个挽回记 我们讲就是 他能够在上帝的这里面呢 他要维持公义 要救那些相信的人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挽回记 他必须 要把上帝的愤怒平息 又要为人的罪 前面讲的代数 是代替我们 上帝要存罚罪 现在挽回记 上帝要借着耶稣的死 平息他的愤怒 所以挽回记呢 这个John Murray 这个上个世纪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神学家 约翰穆里 他这样说 挽回记的教义是什么呢 就是人招惹了上帝的愤怒 而上帝 人就如此爱他们 以至于爱到一个地步 舍弃他自己的独身子 用他的血 消除上帝的愤怒 这是挽回记 赎罪记呢 你可以把这个 也可以这样说 上帝如此的爱我们 愿意舍下的癌子 用他的血 遮盖 涂抹了我们的罪 所以他这个叫 中宝一箭双雕 挽回了上帝的愤怒 赦免了人的罪 所以圣经中 十字架这个奇妙 就是把上帝的慈爱和公义 完全彰显 上帝的慈爱呢 他要让我们称义 把他的公义给我们 就是他的义给我们 上帝的公义呢 要求惩罚罪 这两件事同事是真 接着这个单一的行动 就得到满足了 所以呢 在这件事情上 上帝称罪人为义的时候 他仍旧没有一丝一毫 寻思舞弊 就为称罪人为义的时候 同样的上帝赦免我们的时候 也没有 他白白的赦免我们的时候 是因为基督的待死 他已经替我们付了代价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或者从称义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其实呢 完全是一个外源性的义 上帝的义 在基督里做了 把他 我们借着相信 得到的不是我们的义 基督成为我们的义 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 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 所以对这个信靠上帝的人说呢 我们就知道 上帝的律法已经得到满足了 因为基督完美的一生 主动的代替我们救赎 好 我们今天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那这一段是蛮重要的 那我们这里头呢 我再回到这个 阅读的部分 我们再来读一下 我有没有人来替我读一下 这个 这一段 读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分组 今天可能不分组的吧 我就让你们 早点休息 因为今天那么多的节目 不向你们吃饭耽误哈 我们的讨论 今天可能就不讨论了 我们就一起说一说好吧 我请这个汪晨忠 你能够念这个 有两段吗 就是这个 贝克和这个 沃尔夫 所说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吗 汪晨忠你可以念吗 有谁可以念 我把这个打在上面 有谁替我们念一下 汪晨忠你来念 你念这两段 你打开一下念 你没有打开 你的声音 OK可以 现在可以了 是从哪一段开始念 我现在 耶稣在马可福音 对对对 马可福音这一段 对 耶稣在马可福音 十章四十五节 关于十字架的教导 上下文 在描述两位门徒要求 得到最珍贵的两个位置 罗马帝国不是仅靠 一位皇帝为系 也靠一套政治秩序为系作 这套政治秩序建立在下级 向上级效忠的基础之上 受彼赋者 受彼赋者效忠于彼赋人 而受彼赋者又彼赋他们的受彼赋者 最后所有人最终都效忠于皇帝 而皇帝的彼赋人 这是罗马的众神 耶稣反对这种世界的秩序 他坚持人的身份 是由他作为仆人的角色来决定的 不是看你的主人是谁 而他们作为仆人服事的对象 则是比他们更卑微的人 耶稣在最根本的层面 反对罗马人的秩序 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替代普遍的世界观 这是以上帝的恩典为起点的 下面再接受再念是吧 对对 把这两天念完 好 张欣你来吧 饶恕之所以如此困难 是因为我们把仇人排除在人类群体之外 甚至我把自己排除在罪人群体之外 但是当人长久面对上帝 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 没有人仍会陷在这两种排除法里 不将仇敌从恶魔阵营中 迁移到共同的人类群体中 同时将自己从骄傲的无辜者 放入普通的罪人群体中 当人了解欺压者在永恒中 不会胜过受害者时 正如十字架所显明的 人就获得自由 能再次出现 他的人性并效法上帝 并效法上帝对他的爱 当一个人认识到上帝的爱 大过一切的罪 正如十字架所显明的 他就能自由的 在上帝公义之光的照耀下 看清自己 重新发现自己的罪恶 听一下我稍微解 下面还念吧 先不念 先那个我解释一下 这个罗马 这个第一段里头 这个贝克来说的时候 他是马可福音的这个 那一段不是门徒说 谁做左右吗 对吧 然后耶稣就在四十五节说到 就是说我来 说他自己 人子不是受人服事 反要服事人 要做舍命 做多人的书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在说他自己呢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 来看地位的 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 成为仆人 然后来反而拯救人 而就是我们把它成为 上下的一个颠倒 就是永恒的上帝 成为仆人 然后拯救人 然后我们一般都是正三角 对不对 咱们中国也是这样 跟罗马一样 是一个正三角 就是金字塔下面的 老百姓是越来越多 对不对 越往上面高层的话 最上面就一个皇帝 对吧 这就是所谓的 罗马的这种体系 才刚刚这个 Green Baker描写的 所以在这个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门徒们的观念呢 还是世俗的观念 所以我做你左右手 买一个在上面 然后呢 谁是谁为大 在谈谁为大 然后意思说 为大的就是要为首 就是要为末的 反而要他讲到他自己 是做多人的书架 所以在这个 罗马或者世俗的权利 来看的时候呢 就是罗马他刚刚描述的 这种的 所以基本上呢 人们就是有两种途径 来往上爬得到高位 对吧 第一个呢 你呢 服侍地位比你高的人 所以他将来器重你 一定会你得到你爱宠 提拔 对吧 咱们都是讲的 这是我的子弟兵 一人得到 全家生天 这种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路径都是一样的 习近平会带人 习家军 什么的 就是这种所谓嫡系 然后都是一个 提拔其他的人 就是因为他 原来你服侍 比你位高的人 他先来奖赏你 第二个呢 他要求呢 就是地位比你低的人呢 更加努力服侍你 从中 你可以得到利益 所以就这些 一个是下面的是奉承上面 然后上面呢 要压榨下面 对吧 这是基本的 就是说 在世俗的正确里头 就这种两种的方式 而但是十字架呢 整个是一个倒三角 我很喜欢这个图 有看我的手势 就是这个呢 是一般的这个 做王的这种 在上面 然后呢 耶稣基督 把他整个倒过来 他在下面 他在下面 成为支撑这个世界 就是倒三角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十字架让我们来发现 说呢 其他这种 就是所谓 世俗的权力机构 跟上帝的谦卑呢 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上帝自己 透过他的 道成肉身 谦卑的 死在十字架上 拯救罪人 所以他反而把恩宠 用这个以佛所说 他掳掠的仇敌 把这些呢 倾倒给 赏赐给教会 所以这都不是功劳 就是每个人 都在同样的起跑线上 不管你是高官 聪明人 漂亮人 还是说你真是平民百姓 你就是比较脑筋不聪明 或者你干嘛 就是说这些 这些没有关系 就是他最后都 一个起跑线 都不是靠自己的 努力来得的 而是上帝的恩典的赐予 整个颠覆了这个体系 我们在整个的社会中 我们都是攀高枝的 结果这个高枝 成为一个仆人 所以这个 就在这类的 在这个 我们说的新人类的组成里头 在耶稣基督里头 被实在的观念支配以后 人开始放弃权力 其实刚刚那个姐妹 她就到香港来做 这个扶贫的工作 其实你就知道 她们是什么样的理想 这个是大概只有基督徒 会有这种的 不管她的神学 是哪一个流派的基督徒 但是她还知道 就是基督的谦卑的侍奉 所以这导 整个影响了人 会舍去自己 比较高的位置 去服侍低位的人 Mother Teresa 其实就做这样的 所以每个信徒 从这个角度来说 她是透过 侍奉其他的人 来回应丁十字架的弥赛亚 特别是服侍下面的人 我自己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当时 我应该是刚刚信主 你知道美国那时候的文化 还比较受基督教影响 他其中就是说 有一个我们的这个department 一个department有几百人的 一个部门 所以他就说来 他来上任之后 他是比我们department head 还高的一个division的头 就是管这个签人的 他说我来呢 是来支持我们那个 那个部门的大头的 我当时一听 我说我那时候刚刚信主 大概有一点 还不是很清楚 我说为什么他说 他支持他呢 我都是一边都是 下面支持上面 对吧 这个我们这个群众 都是要支持这个 我记得这个 空学牧师讲过他爸 这个没信主的时候 就骗他一次 就装了信主了 然后他说我也在支持 是你牧师的工作 温哥华待这么长时间 我都没信主 那你这个做牧师的 不微信扫地吗 我就假信一回 也决志举手 就是我们知道是 下面的要捧上面的这种 结果呢 整个是个倒过来的 这个我们这个division的头呢 不知道该怎么翻中文 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大头呢 反过来说 我是来支持这个 中头和小头的 I'm coming to support that 所以我当时听完以后 但是你知道听出是很谦卑 那这个里头怎么来的呢 它其实是这个倒三角的结构 就是当然美国现在不是这样了 现在你就是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这这么多年 不断地这个腐蚀这个社会的 上帝已经给这个教会的 给这个社会的很多的普遍的恩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来服侍下面人 这在教会中的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包括比我们谦卑的人 所以这两种世界观的对比呢 我有一个教授 他说过就是说 来讲罗马的世界和基督教的世界 他呢就是说众神呢 他罗马是众神呢 会这样说 比我弱小的都要服侍我 然后呢 这个他会说 我们跟众神的关系呢 我们是要他们服侍我们 结果就是能力强的征服别人 就是世界的价值观嘛 众神呢 到了神面前都缺乏安全感 而基督教的世界观呢 说我们在基督里呢 上帝呢服侍比我们小弱小的人 那我们就是从一个方面 愿意接受上帝对我们的服侍 就是把他的意给我们 包括他对我们的爱 这个结果呢 就导致一个新的关系 这种新的关系是服侍他人 然后对上帝 对我们的爱有一种确据 而那种呢 在这个威权下面 或者说奴役社会 就是罗马的这种情况 Totalism 我们讲的威权下面 基本上是以强权征服别人 然后呢 人在领导面前 在任何一个面前呢 包括在牧师面前 我们也是缺乏安全感的 我记得我们 我刚刚开始做传道 做牧师的时候 我们教会有一个 弟兄带他的孩子 我们来聊天 然后 他说牧师在这里 怎么这么乱说乱动 就是牧师当警察了 我们基本上的 这种其实它是很缺乏的 一种安全感的 这个就是 整个的文化里头 一个很大的差别 这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 对比不同的文化 是不是有恩赐的 那我其他时间没法讲了 这个就很多 我就把这个能够讲透 我觉得就不容易了 所以他这里头 这个在沃尔夫下面这个呢 其实就是讲这种关系的改变 对罪人 对仇人怎么来看待 就是我们自己 对加害我们的人怎么样看 然后 会怎么样来看待饶恕这些事情 这个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我们就有办法念完 我就不再解释了 接下来我请 张欣你这个声音大 你继续念可以吗 把这个诗都给我们念完 天阁何其远 哇这个诗比较难翻的 这也翻的差不多 谁可以念呢 或换一个 那个 WD9 可以念吧 那姐妹叫傻来着 我给忘了 咱们上台有一个小组 WD的09 你打开那个 你要打开那个你的话筒 开声音了 好了可以了 好了开了 我叫王熙 是需要我念吗 还是张欣念 你好 你念吧 我刚才打不开声音 你念吧 好 天国何其远 似于我无干 宇宙何其大 无处把家安 何处有高游 医治我伤痛 主伤痕仁在 显明神恩典 众神 皆强壮 唯独你软弱 众神 欲俱马 唯独你列切 有谁知我苦 主伤为我舔 遍体无完肤 唯独你承担 谢谢 这个就是 基督在十架上的软弱 反而是胜过了 罪恶的强权 好 您继续念这个 麦谦的这一段 就29岁就去世的母士 写得很美 他完全感受不到上帝的安慰 感受不到上帝爱他 感受不到上帝怜悯他 感受不到上帝帮助他 上帝曾经是他的太阳 现在太阳成为一片漆黑 上帝离开了他 他就好像根本就没有过上帝一样 从前上帝对他意味着一切 而这一切 现在都被夺走了 他没有上帝 他的上帝被剥夺了 他的感觉就和那些罪犯一模一样 他们听见那位大法官说 离开我被咒诅的人 上帝荣耀能力中发出的勇行 要临到惩罚你 他感到上帝正在对他说同样的话 这就是基督受苦的地狱 基督的苦海真是深不可测 他被弃绝在罪人之处 若他是你的担保人 你永不会被弃绝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答案 为了我 为了我 上帝已经选择 通过十字架的方式拯救世界 通过弥赛亚被定十架 最羞耻和软弱的死亡 如果这个令人震惊的事件 启示了关于上帝属性的 最深刻的真理 那么他将完全颠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所有价值观都被彻底改变 上帝拒绝按照人类的条款 完全力和威望的游戏 Richard Hayes 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对约翰福音里的第十八章 当彼拉多问他 你是王吗 耶稣当然没有回答 最后他会说 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如果不是上帝把我交在你手里 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办我 我的国不属世界 这就在讲他的原则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来做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十字架的时候 我盼望记的这一刻 大家可以更深的来看十字架的这个代替性的救赎 他的羞辱 他的挽回上帝的愤怒 然后洗净我们的罪 就是这个是很多面的层面 然后把我们从奴役中释放出来 所以这来看包括他的这个权力中心 所以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是讲第一个 因为对于我们是一个强权国家的人 其实在我们的教会中呢 可能也容易反映出中国文化 这个历史历代的这种皇权政治下面的一种 一种的这个不是以服侍人 谦卑的服侍都是一种更加强迫的方式 这种就是一个 每个人都不自愿 都变成了一个要被吆喝的才来干活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悲哀 盼望着在基督里的自由呢 让我们更殷勤的侍奉他 好吧 我们做个祷告就结束我们今天的查经 我们今天的主日学 天父上帝我们来感谢你 感谢你给了我们今天上午这个美好的时光 我们不仅能够有主日的朝见 敬拜你 借着你自己的圣言 在借着这个以色列的回归 建造这个圣城的过程 圣殿的过程 来看见对你朝见你的如此重要 我们今天也借着 欢迎这些新人加入教会 甚至有人要宣布恋爱关系 预备要进入婚姻 但这一切呢真的 若不是以你的慈爱 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这种代数带来的翻转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成为人的上帝 竟然要死在十字架上 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 挽回祭 也代替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来赦免我们的罪 在这样的一个 极大的爱和公义的彰显里面 你帮助我们再度的聚焦 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 再度的聚焦 十字架 将我们同丁十字架 如今活的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求主你恩待 求以深夜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和加入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 用你的慈爱 练练 与我们同在 大道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